暑假期间才开放的这个大型水上活动就在台中 业者租了2000平的场地让大小朋友来挑战 有三层楼高的滑水道还能玩泡泡趴 连线给记者张晨云 晨云 好 这部观众 45米三层楼高的充气滑水道你敢挑战吗 这一路滑下来超刺激好玩 这是在台中振兴路上的亲子水上嘉年滑 限定暑假开放为期两个月 让大人小孩都能一票唱完 园区里有六大设施 每个礼拜还有不同的主题 像是疯狂泡泡趴 枪林弹雨水枪狂射 还会放下超大的冰块 让民众消暑清凉到底 业者说他是第一次在台中举办大型的水上活动 租下2000平的停车场 还有充气的设施 加上人事成本就砸下了600多万 不过暑假人潮还是有平假日的差别 平日最多200人 假日可达1000人 这两个月的收益保守估计赚4到500万 虽然可能无法回本 但赔本赚来的是亲子共同玩水消暑的欢乐时光 看到大家玩得这么开心 一切都值得了 好的 以上像 情况将时间交往棚内